各地的衛生局现在都积极清查搜水油的去向 而位在基隆的一间油充电 被发现使用强冠出产的全桶香猪油 但是业者不透露这些商品到底还卖给了谁 因此衛生局要求业者暂停贩售 并且贴上了停业公告 我们今天来这边主要是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我们是要求业者 要求他一定要提供下油资料给我们 如果没有提供的话就请他暂停营业 除非他要提供给我们下油资料 才可以再升级副业 那第二个我们也是在这边做呼吁 希望在我们基隆市的下油 不管是小吃餐饮 如果没有使用到这一家业者的油充的时候 请主动跟卫生局联系 卫生局人员表示第一次来稽查的时候 店家说是以现金方式零售给客人 不知道卖给谁 但是卫生局追查之后发现店家 明明有掌握下游的业者却不愿据实已告 导致卫生局无法立即回收销毁 而在傍晚只好贴出停业公告 请店家马上提供下游资料 如果还是不配合 会按照违规的情节 除以三到三百万元罚还